应该已经是开开了 现在流畅清晰度 好强 然后把美颜关掉 美白关掉 磨皮关掉 瘦脸关掉 大眼关掉 马上眼睛又正常了 好嘞 对我知道我在关这个 可为啥关完还是觉得它有瘦脸的作用 我现在关了全部 是不是它这个软件就会这样 哦 明白 给你们看一眼啊 我已经把 我已经把 看我已经把这个瘦脸关到最小了 可是呢 好像还是感觉有一点 但还行 都关过了 漂亮 好好好 不是提前开始 因为晚上还有局组的工作 然后 本来说八点直播的 现在就改到这个点 嗯 嗯 对就是 那个什么 嗯 等一下我到六点再解释一遍 再说一遍 嗯 谁贴双眼皮贴了 啥也没贴 等一下啊 六点了吧 六点了 各位 哈喽 哈喽 嘿 嘿 都进来了吗 好 来吧 哈喽 哦 这儿个顶光 死亡顶光 咱就说再往这边坐点 哎 哈喽 我现在呢 天还 没黑 给你看看我的窗外 对 估计再晚一会儿 哦在这儿 对我的窗外有个阳台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还这样 我来给你们模拟一下 我早上起床啊 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这样 走到这儿 我还卡吗 我好了吗 什么我家网 我不在家 我在家我家网不可能卡 我家网超快的 卡不卡了 各位 好了吗 啊 不卡了不卡了不卡了 我刚去去那个 演示一下我早上伸懒腰 你们看到了吗 没有 啊 啥 我在哪个酒店 酒店能说吗 当然不能说了 反正外面是大海 奥斯卡跟奥利奥 我在说十遍 我不可能把他们带到剧组的 我在剧组拍戏 他们两个天天在酒店多可怜啊 对不对 在家多舒服啊 有吃的有喝的 有吃的有喝的 是不是 眼睛红了眼睛不红啊 好有一点 昨天失眠了没睡好 是吧 哦 好像可以了 所以现在正常了吗 可以了吗 好了吗 好 问一下有多少人想看我房间 有没有人想参观一下我昨天 连夜把房间收拾的特别好 因为昨天刚到把快递一收 收得挺好的 对 然后今天 看看吧 如果晚上OK 早的话 我就去吃一下当地的好吃的 我查了一家排名第一的 嗯 对 反正 你们可以先猜一猜 我一般 进组会带什么东西 嗯 错了 我这次没带什么鞋子 青岛啤酒 我不喝酒 游戏机没有带 小狗不会在组里的 化妆品我也不用带 因为剧组有化妆 所以我就不需要自己收拾 啊衣服肯定要带的嘛 哦 他们说那个麻辣花甲好吃 青岛的 带钱包 哎我还就没带钱包 现在出门都是手机支付 呃面膜也没带 带了三张 嗯关键的时候用吧 啊风扇确实带了 行道林带了 啊手机带了 防晒 哦哦防晒我赶快下单一个 谢谢啊谢谢啊 对哦我买防晒了 但是喷的防晒有用吗 哦应该还行买一个 对晒不黑 我跟你们讲我就是每次一晒 然后呢休息两天 五一个冬天我就白回来了 哦 无人机 现在无人机很多地方都是禁飞 所以不带了 刮骨刀肯定要带 山东不热我说实话 这边还挺舒服的 就我昨天来到现在 目前整个青岛的温度都是20度到25度左右 就非常非常的舒适 美瞳 你觉得我会带美瞳吗 不会吧 我跟你们讲为啥我不能带美瞳啊 就说个最简单的 你看我的眼球是这么大 那如果呢我要再带上美瞳的话 我的黑眼球会更大 然后呢我眼睛本来就没多大 如果我再带一个美瞳的话 咱就说没有眼白了就不行不行 这个不行 哎有人猜肩颈按摩仪 这个才对了 对因为有时候怕颈部不舒服 确实带不有这些东西 对然后简单的收拾一下屋子 然后对我桌上呢就有香薰 对还有润喉糖 然后墨镜带几个 然后这边是我的水杯 哎呦我转一下 没事没事没事 你坐着吧不用想 我宣传在那要寄东西呢 看啊这上面是我放的水杯 然后这是我整理完的纸箱 我到时候寄东西还可以寄走 旁边我放了一个小冰箱 然后这是开门的 就是防止有人乱进我屋 然后这个就是反正放一些水杯吧 对 然后这个放一个养生壶 是我要煮红豆一米水的 然后还有我的手冲壶啊 冲咖啡的手冲 然后挂耳咖啡 然后就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还有我之前在那个 麦购剧组的时候 我用的那个红色的平底锅 对平平底锅就有时候煮点什么面呀 什么这些的 嗯 对 然后我今天去 剧组的时候拿了一个养生壶 但我里面装的满杯冰 装满杯冰 我装了那个 茶 装了绿茶 然后 他们就觉得我特别养生 就说哎呀 看看用养生的杯子 看看人家年纪轻轻的都用养生的杯子 我就说 No 里面都是冰 全是冰 对 是是是 然后我刚客厅就是这样了 就是厨房就是一些我的那个 咖啡呀 杯子呀 养生壶啊 这些的 然后 嗯 屋里呢 就是一会儿带你们参观一下 让我先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对对对 咖啡呀咖啡喝什么都行 呃我一般是喜欢买一些像有咖啡就是店比较好喝的手冲比较好喝的他们家自己出的挂耳就带在剧组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带太多东西比较麻烦 嗯但是我带了一个磨咖啡豆的呃京东上买的是八十多块钱就你把咖啡豆全扔进去卡就磨完以后再装一个手冲的那个那个挂耳的袋子把它倒进去可以直接做成像挂耳一样做就不用像传统手冲一样那么麻烦 嗯 大家问可必去资博吃烧烤吗 资博 是离资博应该挺远的吧 我查查 清澡到资博 我跑到资博吃一个烧烤有点没什么必要吧 两个多小时呢 是吧 没必要没必要 对这个戏是一个现代戏 嗯 不去不去我就在青岛呆着不跑 嗯 嗯 对然后这两天好多人跟我说说那个说我弟弟签公司了那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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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我弟弟现在还在每天很努力的学习对因为他学音乐嘛然后现在自己也挺踏实的没事去去反正专心学唱歌吧就学音乐然后上的也是音乐学院然后到时候过两年也要考大学然后我也跟他说的意思是我说那如果有一天想做这行或者说想进我们这个行业的话还是要先把你的基本功能做到的 比如说你先好好把你的唱歌好好好好学然后你的文化课好好上然后把这些都做到了包括去一考的时候考大学升台行表啊这些的都不能落下那先把这些都就是都弄好了再去想说做演员的事情因为嗯还是希望他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吧对 对然后他还有一年半吧高考对现在我就说意思我说你别看人家夸你说哎这两天看你好看啊帅啊什么的你就飘了你这个人我弟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说你就好好学习吧然后我爹也挺认真的对他专业课现在在他们班到现在为止高中上了一年多了吧反正基本上都是在前五有最高的有第二第三然后应该还有过 我反正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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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过前五啊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欣慰的对然后他唱 男中音对比他歌强我我弟跟我这个唱法不一样我是用嗓子唱我弟是用气唱啊 而且我没怎么没没什么时间见他就像我之前没进组的时候我在北京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因为学校特别忙每天都在从学校赶着去上学然后排排专业呀然后包括学文化课呀什么的所以我很少见到他啊弟弟也蛮努力的 对就是慢慢来呗先让他好好的那个把歌学好以后争取能唱我戏的主题曲呗 对就慢慢来吧脚踏实地的就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一步一个脚印 啊所以所谓的什么我弟签公司啦啊这种话呀就你们不用信了对因为反正网上说什么你们也了解的反正我现在想说什么对吧这个东西他怎么说那我对大家都知道的不用理会 嗯对他这两年不会签公司他只会好好的上学好好的学习嗯 我弟应该不会比我高因为嗯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已经呃这么高了所以呢我弟呢好像也不太会长了我觉得 但希望他还能再长一点吧他现在一米八七八八我希望他能长到一米九九一最好了我希望他比我高 为啥提前开直播我刚说了因为本来是八点但是八点的时候我有工作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时间提前到了这个点 嗯对外面是大海但今天那个有雾就看不太清楚嗯过两天就开机了嗯 我不会长高了我怎么可能还会长呢 对 我不会不会不会长了咱今年马上就二十六了有人问我我是来当群演的吗是是是我就是来当群演的对 对拍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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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戏应该要去横店对下个戏是古装 对那个时候去应该挺热的 古装的话我想想我这个戏杀青八月八月八月份去横店应该是赶上最热的时候因为八月九月 对蛮热的吧但是基本上 嗯恒店那个拍完的话就十月份了所以就 不会很热 嗯 弟弟身高是个迷 哦我的身高我的身高我不是之前有说过吗 对我之前说过那个身高的问题说我之前刚开始出来拍戏的时候 然后就是那就是当时就是我的资料上写的是八六八七啊 然后完事就就那个什么了就后来网上就一直说八六八七 对但因为那时候我的资料上如果写真实身高写八八八九的话我就接不着写 嗯 那个时候不太流行 然后后来呢我有去申请过说想把百兔百科我的身高给改回来 啊但是呢 我好像 证明不了我是我我也证明不了我的身高是我的身高 然后呢 几番这个那个什么之后呢我就证明不了我的身高是我的身高 大概就是这样了啊 对 对 高的话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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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问你早餐打卡 哦早安打卡 看看吧后面能正常如果明天早上能有早餐吃的话我会 继续打卡我的打卡的 但是我没想到青岛还是会比较干的 嗯 嗯 对就是我昨天晚上不敢喝水怕第二天会水肿吗我就喝的比较少今天我就打嗓子疼了 嗓子现在都疼 换姐帮我把我的绿茶拿过来 装了 好那瓶谢谢 嗯 对 对 在青岛要拍两个多月吧 嗯 两个多月 对 青岛拍完我就转下个月了 呵呵 今年不休息了 好这个剧啊这个剧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对因为我也没接触过这种题材的写啊然后下个戏呢是个谈恋爱吧呵呵呵对就哎呀就怎么说吧说来说去呢就很神奇 我要是接个谈恋爱的吧就有人说邢小林吧就在他圈子里打转我接个其他题材吧他就说你看吧就演其他题材了吧反正礼拜里都是他这么说所以我就好好做好我的演员该做的我就拍好我的戏去好好的去演好我能演的每一个角色然后去对就多学习吧因为演员说白是一辈子的职业嘛我肯定要各种各样的类型我都要去演我不可能永远的谈恋爱永远谈恋爱那样就不对了 对所以啊对我只要是怕你们想多我无所谓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我要演我的类型吧就说我然后我要演这个类型吗也说那就随便吧爱说什么说什么啊我不在意啊我本来也不在意 对因为这个时候本来也有一个谈恋爱的项目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能一直拍谈恋爱的所以就没拍那个谈恋爱的我拍了一个这种现实主义的 校园剧好像年纪有点大了是不是校园剧我估计赶不上了对校园剧赶不上了 是吗 我 啊 身边有没有眼药属眼睛不红啊 没红吗还好吧 一点点 是光的事啊看看 让我看一眼 还可以 我觉得是光的事 对吧 这个光挡上就还好 还好 还好 对 可能是因为没休息好吧 然后昨天到这以后认床 然后就一直失眠 然后到 我到三点差不多 三点才睡着 然后就一直 一直没睡着 然后早上 八点 对八点我就起来了 起来以后去订订庄啊什么的 然后晚上这会儿不是要直播吗 然后我就把头发自己都搓了两下 对 这样看着精神一些 手掌跟手指的长度是多少 这我哪知道 不知道 你要能算出来我脸的长度 就能算出来我手的长度 这比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反正我是能抓篮球的人 我会给弟弟伴舞吗 你们觉得就我这个跳舞的能力 如果我给我弟弟伴舞的话 那我弟弟的作品不就被我玩坏了吗 是不是 是个道理吧 是吧 这个 肢体不协调这个事情吧 我有想过去精进一下 但是 好吧 就跟工作人有时候在 在这个就是一块玩这个 switch的跳舞啊 或者什么的 我都跳舞协调 你让我再去跳那种 可能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我在 等我30岁的生日我要来一场 那种两分钟或者三分钟的 那种舞蹈 连着跳 对 我用这四年的时间 好好学跳舞这件事情 就学一支舞 我就不信 我四年给它跳不明白 对 30岁吧 30岁生日的时候 我要跳一支热舞 大家可都录屏了 没关系 那个先 现在先好好拍戏 对 然后 嗯 放心吧 不休息了 不休息了 对 我会连续 工作的 他说你又画饼 没画饼啊 我当时 越画越远 我没有越画越远啊 这老说我画饼 我当时就在上一次直播 我就说 我说我五月份肯定进组 我就进组了 对不对 没有画饼 没有画饼 对 生日对生日得再去足够了 应该是要再去足够了 也不好说 有可能到时候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回来 可以回家 或者看看到时候 但是生日的时候肯定会直播的 然后看看如果到时候 时间OK的话 能开生日会当然也是最好 嗯 还说 在剧组要多拍拍照片哦 你们知道吗 我今天订装的时候 工作人员拿着相机 摁了哪有1万张 一人拿一台相机摁了1万张 对 我就感觉我在想 那个我漏个路了 路了路了 对我早上 超级 非常专业 专业人士 我今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 我今天 对 贴了一张面膜 我已经一年都没贴过面膜 我贴了一张面膜 然后贴上去 我说早上我要开工我要去订装了 然后你看外面的天气特别好 然后早上自己还煮了咖啡 然后就对对对 就就就就就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录了Vlog的开头 对 但是呢 嗯 好像还有一些东西我还没录 比如说 我在青岛吃低顿饭 我给他捡到我的那个Vlog里面 当然也许他们可能觉得我吃饭的时候不太美观 可能也不会剪进去不好说 对到时候看吧 到时候看看 哦你们要看我收纳是吧 一会看看 对一会看看 谁晚上喝咖啡 我喝咖啡都是早上喝 打戏 现代戏没有打戏 下个戏有打戏 对但是我的打戏 我没有太担心 因为好多戏都有打戏嘛 而且我每次自己打招 我都能连着打六七招 对 什么跟蚊子拍打戏 啥跟蚊子拍打戏 我后面有蚊子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对青岛没有下雨 我弟不太会直播 对因为我是答应你们每个月我们要进来聊聊天 对我也不靠直播 日盈利什么的 我就纯聊天 我也不带货 我弟的话更不会直播了除非有一天他真的作演员啊或者有有什么剧的宣传啊或者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对才会吧 这次不是霸道总裁这次是一个律师对 然后所以我看剧本的时候前面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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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了很多因为说实话我演的霸道总裁的戏还是蛮多的所以我自己也会担心说 因为律师也要穿很多很板正的衣服嘛那我会怕大家会觉得跟这个霸道总裁会有一些像所以呢我在研究他的时候呢也把他就是做了一些区分 然后包括我也去回看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像一些比较同质化的神情啊或者说比较同质化的一些东西我都会把它拿掉 对就是可能我在整个表演方式上以及我就是的整个方向上包括我的造型上我都会把它给去分开 对因为既然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个变化或者说看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的话那肯定是要把它就是弄好的 对所以我自己在剧本上也做了很多的就是小的细节吧我自己也标注了很多小的细节 对我费了两根笔水呢对差不多吧啊小的那个墨水小钢笔的墨水费了两根呢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问一问身边的人比如说我说那我之前的戏里面呢比如说我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什么的那我回去去把它给调整一下 那包括像比如说这个戏的类型跟我平时的戏不太一样那我要怎么样让它感觉到非常的不一样 那除了靠造型啊外形上的帮助以外那自己的很多时候的下意识的表情神情也要很好的去分开所谓的 这个应该偏偏奶一些吧不会太霸总吧对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律师上面咱来体现自己是一个专业团队 对专专业律师团队非常专业的律师团队 对所以包括像台词上我有很多嗯 就是很长很长的台词因为其实为什么说这种台词 我会觉得我得提前去背或者提前去看是因为因为大家应该很清楚那律师是懂法律的那他是有很多所谓的法律法律的专业名词以及这些东西那比如这些东西的话你就肯定是要提前去背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给给人的一种感觉是说你是下意识说出来这个话而不是明显感到我在说这个话我在说这个话应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得提前去背或者提前去看是因为大家应该很清楚那律师是懂法律的那他是有很多所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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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就好比如果你的职业是一个比如说做奶茶的那比如人家说要一杯什么珍珠奶茶五分糖什么你是下意识的可能拿着奶茶就开始做了他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你像律师的话他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专业名词呀或者什么的包括一些话的话律师律师说话的逻辑是非常稳稳的平平的遇见所有事情都是要靠法律去解决问题的所以 他不会有太大太大的这种所谓的卡壳呀或者什么他的话是那种顺着过来的对所以这个要练成肌肉记忆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也再去 嗯对啊然后包括最近我也在去学习一些新的爱好就是生活上的一些爱好因为必须要因为我这个角色也有一些爱好但这不能再现在说嘛就是有一些爱好就是生活上的一些爱好 那这个家爱好我需要也去提前做一些功课就他会不太一样对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提前去弄嗯要不然会代入不进去嗯啊高尔夫我会打了啊我从来不打麻将不好意思嗯 他们说做麻将就是说你的距离那个角色可能有的你应该说有的练所以大家 哦有在练哦好一个说我做麻将我不做麻将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打牌我要是打就是比如说跟人家打牌这种我会觉得会坏我自己的运气所以我不碰这些东西我从来不碰这些东西 摸鱼差点被抓摸鱼被抓还要练不是是那个小铃铛摸鱼差点哦是这个意思啊啊肯定有原声对因为 这种戏肯定要用原声对其实之前的很多项目我也想要原声但是有的时候不让我用原声嗯 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了演奶爸我努力一下吧对其实我觉得要是能演一个有孩子的角色也挺好对因为这个我其实我也没有体验过那这个话我就要多问我爸 找我爸做功课说哎我刚生下来之后呢你比如说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包括我的什么哥哥呀姐姐呀姐夫呀什么的 对都可以问一问 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演到有孩子的角色嗯 还有还有人问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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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是工作事发还是我发看心情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就看看如果我的素材很丰富的话就我发 然后如果我的素材不丰富的话那就工作事发吧 对 还有人问你一万张照片你自己画了柄还替工作室又画了一个柄一万张照片 一万张照片 你自己敢按照片 我刚刚说一万张照片 哦对啊工作室是摁了一万张照片 你不要乱讲 你不是摁了一万张照片吗 我看得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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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摁 你自己画面他替工作室画面 但我他能不能发帅一万张我真不知道 嗯 是 对我觉得就是霸道总裁我是体验了很多了 但不是说以后就不拍霸道总裁了 那当然有合适的剧本啊 合适的角色我还是愿意拍的 但是只是说呃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看剧啊或者比如说看什么的话 其实那我觉得一个戏他必须要让人能够思考 那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再去演霸道总裁 或者我演类似谈恋爱的戏的话 那我希望这个剧本他是能打动我 或者说我在剧本里面能看到思考的啊 这个还挺重要的 因为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是觉得说 嗯 嗯 无效禁足等于不禁足 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去把剧本看明白了 我要明白他对我来说的跨度以及对我来说的挑战我才能去把它给拍了 那如果是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我相信你们看着也会觉得 没有什么好看的对 嗯 是这样的 嗯 想看我去剪贝壳 赶海 赶海 哦 我先看看我这两天的梦先吃上贝壳 吃完贝壳我把桌上的贝壳剪一下